對 好 你不知道拿紅旗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嗎 在台灣的政壇 常有人用抹黑的手段來誣衊對手 打擊對手 也會有人用抹紅的手段指責對手 親共不愛台灣 所以如果在街上遇到有人像這樣 叫你拿紅旗子 你可千萬要小心 有人會說你不愛台灣 你看看 最好是連紅衣服 紅褲子 紅內衣 紅內褲 紅色布拉扎 紅色冰字褲 甚至紅色帽子都不要穿出門 這樣才是愛台灣 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也不是台灣人OK 這是怎樣 切乾起玉 我正報警察都出動了 我勸大家還是跟我一樣 放下旗乾立地成俗辣吧 妹 你們兩岸的衝突不要欠求大為 這個外國人身上OK 怎麼辦啊 我現在到底是可以喊救命 還是喊投降啊 好 公安大哥啊 你們千萬不要衝動啊 大家都是咳嗽啊 好 我可以證明這邊 只有抗議性武器 沒有抗議性武器 你們千萬不要用無力攻擊我們 OK 那這就不是共產黨啊 那這就講話有扇頭牆啊 你們不要誤會啊 謝謝